哎呀你这不歹族啊 你这好像泰国来的 大家好 彪彪 阿欣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看塔 就是因为这是装扮 歹族服饰 就要去梦幻大金塔 走吧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外头太冷了 早晚温度温差大 等我到塔那边又披这个呗 这个叫金金金金碎碎 你从一个歹族的大公主 变成了一个小妇女 我就是小妇女 走吧 带着你的小妇女去逛塔 我们现在需要徒步将近三公里 到达这个大金塔 没起小蓝的原因 就是我今天穿了一个 淑女的裙子 屁不了差 给大家看一看 冰冰这身装扮吧 你看什么 等我穿好看了再看呗 现在穿的不伦不类 行 咱们直接到地方 没打出响 到地方 我们走的两公里了差不多 怎么样累不累 我都太冷了 现在老婆穿着梦幻了 我衣服都石头了 这边穿一样 梦幻岩塔 我们到了 哎 不对啊 我们不是去金塔吗 金塔在对面呢 在这儿呢 哦 那去哪一个 哎 岩塔呀 岩塔售票是40 金塔呢 金塔我看上面有团购38 但我不知道证一下 我去问一问 哦 这里银比金贵啊 那我们就看银 我们已经进到梦幻岩塔了 这里边好多 跟冰冰穿一样的衣服 你坐山了 啊 举那个盆盆啊 哦 你看 人家脑袋上有东西的 我就是一个蝴蝶结 看人家 是不是 大象在歹足 这边好像代表着 吉祥如意尊贵的意思 不知道说没说错 有机会我们可以骑骑大象 我不骑 要爱护动物 这个建筑呢 四面是石石子 然后上面是一个打尖塔 这边有个莲花 是 莲花 直接伸出来一个大塔 仿佛来到了 异国他乡的感觉 人人多是吗 你看前面有三个美女 哦 是 他们那个 装扮比较全一些 是 它这边是大象 上面有莲花 莲花上面呢 一个小象 后面有一个镜像 不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 走过来挺不容易 这是一步群 一步就能走这么远 我选你 这其实就是一个镜子 回到现实中 还是现实中的冰冰好看是吧 冰冰所在这棵树呢 是一棵叫菩提树 我第一次看 菩提树会结一些果吗 菩提果吗 仙哥我这一腿抱 都被闻了 太痒了怎么办呀 还不能挠 我感觉很不雅 我们都走了几公里上来了 没想到上来还得走 一进来呢它是有一个观光游览车的十块钱的话就是上下 一个人 但我们又在突破上走 红哥 辛哥 嗯 快来快看 真美 对面就是金毯了 等一下七点半呢亮灯会很美 我们虽然没买那个门票 但是也能看到 你知道什么叫扭捏的走吗 扭捏 扭捏的走就是这么走 我也得给你来个不错 真实的走 吃脚一转 好漂亮啊 用冰冰的手机对她拍几张游客照 这个叫冰冰卧佛 排得挺美吧 但大家要看一看 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都在排队 在这儿我们能看到普世盲世 对这个是最深处的 最远处 最高了吧 还有些再见的 还没有修好 这个路呢就不太好走 我再拍照 发研讨 再给冰冰拍几个游客照吧 哇 后面亮了冰冰 灯亮了 天黑了 冰冰也把衣服穿上了 我是个现实的女人 拍完照了就不许料美了 就这么走 这才是真的我 哎哎哎 没有 耳环 哎 动手 动手 发枪 好舒服呀 哎 我是不是像个女丢丝一样 等会我们去夜市啊行吧 好 去夜市吃吃喝喝喝喝海鸡 对 吃吃吃吃吃 对喽 对